茫茫太行山中惊现巨爪蝙蝠 长着舌头龙爪 还有血红色的眼睛 能在0.2秒绝杀水库中的大鱼 甚至还有十几米长的巨蟒 专门给蝙蝠站岗 当地村民扬言 在这方神秘的山洞中 摆放着大量的金碗和银碑 一旦有外人将其碰到 就会启动洞内的机关 将洞口直接关闭 随后巨蟒就会出现 将入侵者杀死 攻击蝙蝠享用 北京方面的专家不远千里 亲自前来勘察情况 却也被洞中的蝙蝠给搞得焦头烂额 甚至还差点被蝙蝠抓伤 那么这些巨爪蝠 到底有啥奇特之处 巨蟒守护的传闻 又是真是假呢 在茫茫太行山中 流传着很多的奇特传闻和故事 八百里太行山地理位置优越 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山中的很多地方人际罕至 无人问津 而北京专家团体 近期却听说了 太行山神秘山洞的故事 专程赶到了当地调查 由于传闻太过离奇 加上专家对当地的山川情况并不熟悉 无法准确地找到洞口 只能先行分散行动 去附近山村找人打听山洞的消息 可当搜寻了几圈下来 就连当地村民也只是听过传闻 却并未真实去过山洞 以为放羊的老汉听说 专家想要破获山洞之谜 竟然主动请应 要为专家团体带路 在老汉的带领下 专家们带齐了装备 一路翻山越岭找到了目的地 只见山洞虚眼 如果不是老人打开了洞口的栅栏 几乎没人能发现这里